兔兔没有声带,其实兔兔的身体构造中存在声带,但由于兔兔声带非常不发达,因此他们通常不能通过说话来交流。 然而兔兔们在一起生活时,相互之间会有着不间断的交流。 无论是通过尾巴抽动,还是鼻子摆动,兔兔之间的行为,可以让他们表达情绪、爱意。 甚至是他们在这兔兔、家庭中的社会等级关系。 兔兔之间的首要交流方式,就是身体语言、身体姿势、鼻子抽动的速度、耳朵的位置都能表达自己的情绪。 通过相互舔毛梳理毛发,也会表达兔兔彼此的爱意。 跺脚是兔兔之间传达恐惧或愤怒的一种方式,也是通知家人、远离危险的动作标志。 如果两只兔兔挤在一起睡觉,这是兔兔之间表达信任的方式。 相信自己不会在睡梦中受到攻击,同时为彼此提供舒适和保护,兔兔还能通过尾巴来交流。 尾巴往下垂表示对其他兔兔的尊重会对环境的犹豫。 当尾巴竖起来,是在传达自信或攻击性,尾巴左右甩时,多数是兴奋激动的表现,但也有可能是不要打扰别烦我的意思。 关注我们,每日更新小宠一集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